我喜欢 接着小豆豆挖得欢呼起来 向电车教室跑去 一边跑一边朝妈妈喊道 快来呀 我们坐一坐不会动的电车 妈妈大吃一惊赶紧追上去 妈妈原本是篮球运动员 跑得当然比小豆豆快得多了 小豆豆快要跑到车门的时候 被妈妈一把抓住了裙子 妈妈紧紧地揪住小豆豆的裙子边 对她说 不行 这些电车是学校的教室 可你还不是这个学校的学生 如果你实在想做 我们马上就要见到校长先生了 你好好和校长先生说吧 如果一切都顺利 你就可以到这里来上学了 知道了吗 小豆豆虽然觉得现在还不能坐电车 非常遗憾 但她决定听从妈妈的话 于是大声说 嗯 然后又急忙加上一句 我非常喜欢这个学校 妈妈想说 比起你是否喜欢这个学校 更要紧的问题是 校长先生是否喜欢你呢 她松开小豆豆的裙子 拉着小豆豆的手 向校长办公室走去 每一辆电车都非常安静 好像是第一节课刚刚开始 校园不太大 四周种了各种各样的树木 用来作为围墙 花坛里开满了红色的黄色的花朵 校长办公室不在电车上 正对着校门有一段扇形的石头台阶 大约有七级 上了台阶 右手边就是校长办公室 小豆豆挣脱妈妈的手 蹦跳着跑上台阶 突然 她猛地停住 转过身来 差点和走在后面的妈妈撞个满怀 怎么了 妈妈以为小豆豆又改变主意了 慌忙问道 小豆豆正好站在最高一级台阶上 神色认真的向妈妈小声问道 嗨 我们要去见的那个人 是车站的人吧 妈妈不愧是一位极有耐心的人 或许 妈妈也觉得挺有趣的吧 她把脸靠近小豆豆 也小声问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小豆豆越发压低了声音说 因为妈妈说她是校长先生 可是她有这么多电车 可能她实际上是车站的人吧 确实 把非旧的电车当做教室 这样的学校实在稀罕 也许 小豆豆的想法不无道理 妈妈这样想着 可这个时候 已经没有时间去解释了 于是说道 那你可以自己问问校长先生 你想一想 爸爸是拉小提琴的 他有好几把小提琴 可是他并不是卖小提琴的呀 这样的人也是有的呀 小豆豆说了一声 哦 拉住了妈妈的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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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